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中和国安队,再一次展示了他们传统的进攻技术足球,而且,在进攻的带动下,防守也就相应的得到稳固,但是,领先之下他们还没有懈怠的资本,想争惯他们的一直努力才行。 本场比赛,客观的说,北京国安队是占到便宜了,因为全舰队中的两大主力后腰都不在,维特赛尔还没付出,赵世日上了比赛拿到红牌停赛。 因此,比赛从一开场,国安队就牢牢掌控着局势,利用他们强大的地面传细配合施压全舰队防线,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压着全舰队打。 相比,维特赛尔还在休假的缺失,先期结束世界杯的奥古斯托就不同了,本场比赛他就首发出战。 在他的组织数理下,国安队不但有犀利的突破,更有细腻的船接配合,在对手中路几乎不设防的情况下,北京国安队打的技术足球含量非常高,之所以迟迟没有破门得分,一方面前场球员在临门一脚上操之过急, 把握能力差,另一方面是全舰队本场比赛的战略,就是死守反击,几乎就是囤击后场死守的。 像国安的渗透进攻,很难撕开他们的铁统阵,不过好在半场临近结束前,国安队通过一次渗透配合,奥古斯托在进去右侧小角度的打门洞,穿了全舰队防守,终于打破场上僵局。 而且,趁全舰队还没明白第一个丢球是怎么回事时,仅仅两分钟,国安队就凭借于大宝的进球扩大了比分,两分钟进两球,打了死守半场的全舰队,一个措手不及。 下半场开始后,得失不扰人的国安队继续施压对手,好像就是不给全舰机会,很快,把坎布的进球,几乎就杀死了比赛悬念。 在60分钟前,几乎可以说,此前交战还没有赢过对手的北京国安队,是一种碾压式的进攻大比分领先对手的。 也由此证明了北京中克国安队目前在进攻上,整体技战术上正越来越成熟和高小,只是美中不足的,是三球领先后,全队在攻防转换中明显出现松懈,特别是在退防时,前场的压迫和就地板抢不再积极。 因此,活出去的全舰队开始倒立板铺,但进攻由左卸带时,国安本就不是稳固的防线,随即就出现问题,结果是,路后的全舰队连追两球,并在比赛结束前,还有足够十分钟的时间里,把比分追至只剩下一球,差点让全舰队搬平比分。 最后时刻如果不是拼命守住防线,国安队懈怠的思想,就会遭到全舰的打击,由此也说明一个问题,国安队的防守问题,还没完全得到改善,他们的防守,更多依靠前场的进攻来缓解。 因此,虽然第二阶段开战后零赢两场,目前占据积分防守位置,但是,以国安队目前这种现象,不是每场比赛对手都会像全舰队那样,随意让他攻击的。 一旦进攻没有保障,国安的防线就随时有危险,争惯,还需把防守做好。 和 膚 修 家